好,除了食物之外 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台湾人喜欢自己在那边弄补药酒 那这个药酒是真的有效吗? 对,的确我们现在很多男性朋友会弄中药啊 放一些动物药,做成药酒 那它本身是药哦 它不但是酒也是药 那会加哪些动物药呢 我们大概看到这叫海马 海马,海龙 海龙跟海马有什么不一样 是因为海龙比较大只一点 对,它比较长啦 那它本身都是有一些蛋白质、胺基酸 那的确它有一些类似雄性荷尔蒙的作用 那这个叫海马海龙 所以说我们海产类 跟我们刚才吃蛤蜊、牡蛎的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差不多 那这个呢,这个长得很可怕 对,那很多男生朋友真的很厉害哦 我会去弄蛇啦 那这个叫蛤戒 蛤戒它是壁虎科的动物 所以它是大的壁虎就对 我们临床医生的话 它是来当作气管的保养药 尤其是气喘的这种辅助疗法 很少是来当作这个补肾壮阳的中药材 那把它泡了 那一般来说,这种泡药酒呢 基本上对比较身体虚寒的 末梢循环不好的 容易这个气血造血功能比较弱的 有一些辅助的作用 那可是对我们现在很多男生朋友啊 工作压力大,晚睡,熬夜 中间叫做燥热体质 这样一吃了,就会什么后遗症呢 就容易更上火了 对啊,睡眠不好啊 口干舌燥啊 素便,甚至 刚才盛杰老师提到会流鼻血 这补太多啦 所以这个药酒也要适量 非常好不要